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快就推出Pokemon 珠子的日期 Pokemon 珠子在11月推出 當然在推出之前就有些流傳 或者一些預告片、一些官方的 這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網上流傳的一些資料流出 好,來吧 這張圖片就是 第九世代珠子會出現的角色 這個就是管珠 可以看得出是非常模糊 因為他應該是一些內部人員的流出 第一個角色你可以看到 是一個粉紅色再加淺藍色頭髮的女性 而且他身上好像有機械人的裝扮 第二位就是一個大叔樣 大家都知道管主也有很多大叔的導管管主 好,那第三個 這個其實有點像是一些超能力的感覺 左下角這個 印象中好像有點熟口熟臉 這個我感覺跟 我感覺好像跟黑白 忘記是黑白還是有一個四天王 好像這個樣子 我不太記得是哪一個 好,那第五個就是 淺藍色頭髮的一個 類似忍者服裝的角色 感覺上他有點像成都龍道館的管主 第六位 第六位其實這位都有點刺塵雙色 感覺好像成都那個兵屬聖道館的阿伯 我感覺上好像大部分都很相似 跟以前那些 好,我們講完這一張 我們去下一張 下一張也是管主還是相熟的角色 我不太肯定 總之是會出現的角色 這個四眼紅色頭髮 年輕的感覺 有點像古代服裝感覺 應該都算挺帥的 下一個 這個下一個就相當之蒙糊 但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皮膚的角色 果然遊戲一定要有一個黑色皮膚 好,下一位 還有先說一下 這個其實有點像一些神職人員 還是一些類似神秘學的裝束 感覺好像有點像占卜的服裝 下一個 好 這一張就是同人畫出來的 即是一些反絲畫出來 因為本身很低清 這個都算高清化了 剛剛大家看到的這幾張照片 好 左上一個就是那個 好像穿了像機械衣的人 然後這個就是大叔 這個就是超能力 這個就感覺 這三個其實跟以前的管主 都有點相似 而這個呢 這個的確就是 就是這個黑人 然後服裝方面 其實有點像一些占卜師之類 我懷疑是鬼系或者是超能力 我不太清楚 他好像有提及到一些古珠屬性 但是這裡我們不參考那個 好,我們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一些精靈的樣子 你可以看到 上面這個應該是一條冰屬性 還是一個水晶外形的龍 還是色翼 然後又下一個呢 又下一個就騎著一個花花 這個花花其實跟日月的小星雲的樣子 有點相似 這部分我覺得 至於上面這個應該是騎著這個花的一個形態 感覺上其實跟劍盾的暴雪王 對,這個女冠王 對,女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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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點相似 我覺得 至於這個 這個感覺上 我想應該是打橫看 還是 旋轉了 好,我預計這個應該是新的 上面應該是有一點點 類似 哇 或者紅的形態 我覺得這隻其實有點像那個 那個 劍盾DLC第一集 那個 水紅 那隻水紅的樣子 好 我們回歸正題 去到下一幅 好 下一幅也寫了同一個消息 但是呢 這次就多了這一條 應該是跟人說出來 這裡有一個簽名 我們放大這個簽名 好 那下面這個很模糊的這張照片 應該就是 就根據了這個 就應該是這個外形 但是也不太肯定 因為始終都是流出的情報 好 沒有什麼特別 下一幅 好,下一幅就是這個Pokemon的logo 也就是珠子的logo 那為什麼要貼個logo給大家看呢 就因為 大家可以留意到這個Pokemon的封面 它有一顆的水晶在這裡 而這顆的水晶 應該就是代表著這個地方 有些水晶向的精靈 也就是剛才上一隻看到的精靈 又或者會有更多的 更多的水晶外形的精靈 我覺得會有更多的水晶外形的精靈 會出現 對,它都有提及到這個情報 好,下一個 下一個 大家看到這個 刺層雙色的長頸鹿 會不會有些 刺層雙色的外形 沒錯 就是麒麟奇的進化 我猜是 又或者是這個地區形態 不敢肯定 但是呢 的而且確 這個是長頸鹿 就是麒麟奇的身 黑色的就是它本身 後面那條尾的外形 下一幅 有沒有下一幅 有下一幅嗎? 有了 下一幅應該都是跟別人畫出來的 因為十分清晰 它畫了出來就是 沒有了一條尾 對,尾就去到頭上了 因為 那段古這個 有機會其實是進化體來的 我覺得是 但是當然啦 一切都是猜測為主 好,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就是 大家曾經見過的這隻熊 這隻熊 大家曾經在一個 正式 珠子的一個預告片裡見過 它是四腳 跟著又好像一隻熊 那樣躺在地上 那這隻預計 應該就是盡了化它的樣貌 站起來 四腳就站起來了 那相信這個應該都 真確性其實都頗高 因為那個外形 樣貌都比較像樣 還有我估計這些應該都是 由Pokemon的真實畫面 即是可能是 內部人員測試的時候 就有這張相片出現 好啦,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好啦,最後帶大家去看看麒麟旗的樣貌 那大家可以看到 麒麟旗一般來說 就是這個 麒麟旗的 即是這個 長頸鹿的身 長頸鹿的身 然後後半部分 就是由這個 另一個頭去到組成 對了,大家剛才那個 流出的資料都看到 它後面這一部分 是把它移到上頭 而它的尾是直接不見了 對了,都頗有趣的 而麒麟旗 看看資料 是完全沒有任何地區形態 又或者進化 相信這個應該會是 它第一次的地區形態 又或者進化 畫面一轉 我們來到Twitter 這個流出資料的文章 大部分的資料都會在這裡看到 網址我會貼在下面的資料欄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想看 它這裡就說 這個遊戲一定會有DLC 也很合理 因為Pokemon劍盾 其實都有大部分的DLC 要到輔助的遊戲 有些新的內容 也很合理 好,下一個 下一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這個 它就說這個地方有三個的城鎮 三個大城市 還有九個小城鎮 在這個區域裡面 有300至500個精靈 在這個區域圖鑑裡 也就是... 什麼區域 忘記了新的 叫什麼 就是珠子 新的地區的圖鑑裡 烈牙綠沙 這個是烈牙綠沙 就會在這個遊戲中 烈牙綠沙 還有就是它這裡 在這個圖片裡寫著 有六個可以選擇的角色 一個三個女生 三個男生 三個御三家 但是你可以透過改變你的髮型 改變你的造型 和以前的換裝系統都是一樣的 至於這個Whatever 我其實不太清楚它是什麼意思 我這裡就不太易了 好,下一個 先看看 下一個這裡 這裡在四個小時前都有提及到 就說 好了 今天新的流出的內容 這裡就沒有任何新的E-BAY 大家都知道 E-BAY由第六世代開始 就已經沒有任何的進化 這次流出的資料就寫沒有E-BAY 不知道會不會另一眾的粉絲有點失望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都想看新的E-BAY的進化 好,下一個 這裡就寫到它有標明某一些精靈沒有在這個遊戲 我們先放大看看 先看看 我們由這個開始 我記得這個是美納斯 這個是美納斯 這個是巨金怪 這個是迷順者 這個是誰 這個 這個是黎幽巨人 這個呢 這個是電蜘蛛 這個呢 這個又是誰 鯨魚 這些沒有在這個遊戲中 證明它依然還是有部分精靈會監禁在其他地方 沒有辦法在新的區域出現 精靈可以時間旅行 這個不知道是甚麼意思 The player view 浪玩家不會 他就說這個故事很好 新的遊戲 對 這些都是 參考 對 參考 OK 這裡呢 它有寫到 另一個呢 流出在其他 一些洩露的 一些 page 上 他就說這個Wupper Wupper Wupper 就有這個獨屬性的新區域形態 應該是 Wupper 就是 我本來一開始以為是胡柏 但是不是 然後看回 這個是Wupper Wupper 有新的形態 他就會寫 這個進化是一個新的精靈 而不是這個 沼王 這個呢 就是沼王 我估計應該是 有機會是 區域形態的Wupper 我覺得是 他寫了毒屬性 如果他加了毒屬性 就應該會變成水毒屬性 其實水毒屬性這個 都偏向 泡泡痛痛 大家水毒 我記得有 水毒的是 那隻 整顆球 雞泡魚的水毒 然後還有水母 其實都很多水毒 但是就不知道 烏波進化 這個形態 會是一個 怎樣的走勢 這個專業 其實他也有畫到 剛剛 我所說的 有些貓 好像貓還是熊 形態的一個 新精靈 等到時候再出了 才再討論 好了 這次的影片 就先來這裡 大家這個流出資料 可以當作參考 真確性 未必 但我覺得最最最最最 真確性應該就是 最後的橙色那隻熊 其餘那些 我覺得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等遲些 官方應該會再有一個正式的預告片 在11月或者我預計 8月或者9月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預告片公佈給大家 大家記得留意這個預告片 我們這次的影片 來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 還有有什麼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究竟你喜不喜歡這個 精靈的樣貌 我就暫時不如自平 因為公佈的量都比較少 還有 未去到很特別要去 嗯 即是未去到 很有好感 覺得OK 好 下次再見 拜拜 叔叔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